大家好, 今天是9月25日, 星期六凌晨, 例牌 星期五, 现在是5点50分 今天港股, 下午突然急插 插过400点, 收市插三百多点 成交是千十亿, 不知道是否跟恒大有关, 不知道 因为传, 都不是传, 美元式是还不到的 也是没有还到的 亦传恒大汽车拖欠人工 可能有这样的坏消息也不行 如果你现在看下去, 我估计下个星期 恒指失24000的机会很高 很高很高, 现在是24170多点 它失24000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好, 我们先进入主题 盈光幕我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盈光幕的资料就可以了 好, 这一个covering 大家应该知道说这段话的是谁 就是8月份的时候, 施老板有赞问 中间也有说过 当然有说过的, 另外一个 就是刘瑞绍 但刘瑞绍不是男的, 施永青是男的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 说回中原地产 我自己就没有做过地产从业员 所以我就不知道 在这个 我们读书的年代, 我中午的年代 有一位八几年代 我有个很好的同学 但他考试考得不好 没办法 所以就转了去做地产 早期就真的做楼头底 即是早期真的做楼梯底的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地产利准 我们都不知道 后来他就转过去中原做 其实他赚到钱 当年是赚到钱 但我们后来大家吃饭的时候 他对于中原地产的手法 是很不满的 譬如说你交不到单 就骂到你九血临头 当你不是人 诸久不如 之如此类 一向这种这么严苛的 踩你人格的销售方式 即是谷销售方式 应该是中原地产做出来的 基本上 当然我不是说 你要去追导成绩 你也要让自己 对不对 但是不是要用这些方式 其实在七八年前 我的朋友也做过中原 但他就做中原的财务 他也见过 那些销售是怎样做 他做了短时间就不做 他不太同意那些 经营手法 但是当然 为什么 我们也没有听过 你问我 我是喜欢 超人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 无论超人怎样坏 他真的经常有捐钱 只是在这个疫情里 我们洋了出来的 他真的有捐了很多钱 特别是给需要的商户 但你说施老板呢 其实施老板赚了很多钱 但你没有听过他捐钱 不敢说 可能是有 可能是有 不过 我们不知道 但正常我觉得就不会不知道 基本上 我觉得就不会不知道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把他的股份 都放在慈善机构 没有人逼的 这个就得他自己知道 但这次 其实施老板 8月份 8月份 因为现在9月 上月就是8月份 向北京赞民 大家看到 如果政府不自律 就会客怕很多投资者 即是说 如果你逼那些 逼那些商人共赴 那些人就会走了 但我觉得一样东西 结果 他就变成炮灰 读一些资料给大家知道 其实施老板在国内 是赚到很多钱的 大家都知道 我在 资料里面 中原地产是1978年成立的 1978年 据施老板曾经说过 两张写字桌 我朋友 我同学 进入的时候 我想是 差不多8、6年左右 8、6年左右 8、5、8、6年 大概是这些年份 当时 大家都知道 其实当时 中原他都差不多早了 香港有多少家 中原 美联 然后才有利家国 其他船部 是散装的 现在才有长亿 等等 当时是没有的 香港始终都是一世 我记得我自己 在国内看到有中原地产 已经是早于2000年的事 我们回大陆东门已经看到有了 说一些威水事给大家知道 2015年 中原在国内有多少家店呢 1700家 4万个员工 成交额一年 最高纪录 9205亿 如果以香港的计用方法 但我不知道他国内怎样计用 我只是用香港这个方法 因为我没有做过地产从业员 如果以香港的计用方法 每个月他收是多少钱呢 180亿 每年180亿 每个月多少呢 150亿 每个月是 每年是180亿 每个月收多少呢 是收15亿人民币 每个月 每个月收15亿人民币 接着再减减灯油火纳 再订出去 起码 六七亿 入袋 斯老板没有数计 有数计 接着 2015年打喉 大家知道有互联网 有贝壳房 卡卡 斯老板其实当时的生意 已经是大受影响 在2020年 他有一个叫黎明 大中华区的经理曾经说过 去年的二月份 整个中原在中国 收入是低于一千万 收入不是佣金 当时已经说了 他的现金流 是支持不到三个月 到现在更加不用说了 应该就收工了 所以问题是 施老板曾经在中间是很生气的 但无论怎样也好 因为有疫情 所以问题是 施老板 我想上面应该玩完了 但问题是 怎样也好 希望保住香港这部份 继续有一组 其实施老板已经大把钱了 基本上 我觉得他是很有钱的 你想想一样 波叔欠他多少钱 波叔买多少店 有多少店 大家想想每一天 全香港这么多交易 基本上 他已经占了差不多一半 你想想他多少钱 但问题是他仍然在香港找到 他仍然想在香港找到 所以就向北京坚然 你不要走一些共赋 你走一些共赋 如果你逼走地产商 那就一拍两散 对不对 一拍两散 没了地产商 那又怎样 那就没了他 结果当然 他自己变了炮灰 因为你现在看到中国 国内他肯定变炮灰 基本上 因为国内现在走的平台制 地产交易平台制 根本就不需要你再有地产 根本就不需要有地产重界 不需要有agent 如果香港走远 就修了你 其实是可以的 不是不行的 大家想想一件事 现在中原地产 多少在网上平台拍片 拍片出来 然后我是中原地产 你去买多少钱 其实坦白说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如果香港的法例又完善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真人去做 拍片已经搞定了 拍片 然后 拍了整个内容 出来 列出所有的职 全部登上网 然后有兴趣就找你 其实两家自己做都可以 根本就不需要agent 现在来说科技已经是不需要agent 以前就需要agent 那agent用来做什么呢 查册 是吧 查册 有任何法例上的东西 和你搞 那类 不是说不需要 其实是需要的 需要的 但是问题就是 在斯老板来说 当然是一切不变最好 是不是 所以上个月向北京贱言 坦白说 其实不是结果变成炮灰 在国内的中原地产 已经变成炮灰 但是当然 赚了这么多年钱 我都说 是2000年之前 98 99年左右 我已经看到有中原地产 你想想 一个2000年10年 再加上15年 16、17年钱 什么都赚了 是不是 当然国内的赚钱大很多 刚才我们也计过 一个月 斯老板在国内的收入 就是15亿 15亿 怎样计算也好 几亿落袋 你也有 现在你想想有多少钱 当然 他不会多过四大地产商 但一件事也是非常有钱 但是问题是 你说这些是没意思的 因为他根本不会听你说的 他怎会听你说的 你是一个商人 还有一件事 还要打压你 为什么 你多人 你这么多人 你这么多人 这些没用的 今天 其实早上 我已经收到风 因为基本上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明明说国家接管 还说一分为三 为什么还会 中国还要求 地方政府 要求地方政府 为恒大潜在破产做准备 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美元债 美元债 国家接管为什么都破产呢 因为没有美金 我们老早都说是个美金兑死 人民币怎么都兑到 美金是个外汇兑死 其实是个外汇兑死 再说 有两个新闻 想和大家说 第一个新闻 就是大炳强 我听到 我无意在这个节目里讲政治 我无意在这个节目里讲政治 但我听到大炳强说 如果无意分裂国家 为何庆祝双十节 我当场 咦 这么神奇 这个人是不是完全不懂历史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有双十节 因为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成功 那是什么 即是新中国的诞生 其实这个双十节不是用来庆祝台湾的 这个双十节是庆祝中华民国 即是新中国的诞生 大家不要搞错 共产党 他从来都没有否认中华民国 没有的 他只不过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物理上来说他没错 现在当然是拗主权 其实你拗主权 基本上 问题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中华民国走出来 都是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 历来很多政党 从另一个政党走出来 接着他变了执政党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中国只有一个党 而我专称 张经国做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带了民主选举 去台湾 所以我专称他做先生 只不过后期 台湾 是引入了民主选举 就多过一个政党 整件事都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 为何 庆祝这个双十节 就是意图分裂国家 共产党是不会这么说 因为如果你说 意图分裂国家 这是一个坏党 你不是说共产党是坏党 因为他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分出来 没有问题 分出来是没有问题 大家明白吗 在历史上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分出来 这个已经是历史 无需要争拗 已经是事实 我真的不明白 这个人懂不懂历史 对 庆祝双十节不是庆祝台湾 是庆祝新中国 辛亥革命成功 对不对 你认为是庆祝台湾 不是庆祝台湾 没问题 对不对 你怎样认为 但这个问题 这个绝对跟分裂国家 是两件事 你懂不懂历史 我真的受不了 你请什么人回来 请先看看历史 对不对 你现在说 孙中山是分裂国家 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同意 亲台团体都说 庆祝双十节是为纪念辛亥革命成功 跟分裂国家有什么关系 是痴妈筋 你香港请那些人 真的不行 我们 差不多年纪 我们也读过书 这些东西都不会那么夸张 我无意牵涉政治 我说的全部都是历史 已经出现了 共产党 没有反对过辛亥革命 也没有反对过双十节 只不过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你反对什么呢 是吧 是吧 另一个 就是涂杰 材志 涂杰在他社交媒体 说他23号已经到了英国的 Oxford牛津 我都听过江明顶 其实听起来都有一些唏嘘 因为现在三大才智 沈旭飞走了 鲍sir也走了 涂杰杰就走了 三个都走了 江明顶真的变成了一个清谈节目 涂杰是自己说的 涂杰说不关国安法事 因为江明顶在整个国安法里面18个月做到现在 我觉得是一部分 一部分 我又不可以说他完全错 因为沈旭飞走得很早 蕭生的那些还早 星期二得道的那些还早 你说如果真的要拘捕涂杰的话 路组都拘捕了 基本上 我觉得 涂杰 我听过他说话 他又跟蕭生隔空博火那些 我们也不说这些 但是主要问题是 他是有一些英式的幽默 他有一些英国式的幽默 简单说一句 你听他说的话 他就好像 如果你是一个想移民的人 你就觉得他好像想叫你移民 如果你是一个不想移民的人 你好像听到他叫你不要移民 他是有这样的功力 他就说自己放假 他就说要关麦 关麦 关麦 就自己放假 然后他就说 如果林郑 假如林郑 就 放宽回隔离 他就回来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回来要21天 顺带一提 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三 就会在针子里面加回出生日期 你加回出生日期 去英国那些就搞定 如果你打伏必泰 无论怎样都好 希望离开了香港那些 就深邃香港 大家保持联系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关麦 基本上 你说陶杰都 资料性挺丰富 其实 可以讲一下英国的建民 因为他在Oxford 他在Oxford 大家知道 其实英国很大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同的 譬如香港的KOL 譬如说 吴明德教授 或者是他 去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介绍一些 英国的不同地方的 风土运城 但他在 这个回应里面 说得很好 英国是 比较 怎样说 香港 长和一点 不会说 有很多 你一打开新闻 很多争拗 香港突然拘捕了谁 突然这个就拘捕了 就没有这些东西 基本上 他们最多争拗就是疫情 需要戴口罩 基本上 但现在都慢慢没有 所以是长和一点 基本上是少点争拗 坦白说 你在香港那么多争拗 人都短命一点 基本上 我们尊重他的决定 但是 希望他早点开麦克风 有时候我都听他说 他有很多资料性的东西 虽然 蕭先生 闹够他假材子 说他无聊 很多都这样说 不要紧 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评语 但有时候我都 挺听他说话 他也挺好的 因为我可能习惯了 英国人说话 他说话的 英式幽默 我挺喜欢的 其实 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恒大再跌百分之十一 恒借 我下午看到跌过四百 收就跌三百十八点 恒大汽车跌二十三个百分之破底 你看到一样东西就说 好像 如果有国家接管 不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通常如果国家 没有债息 汽车业员工全欠身 问题是会不会 市场在想 其实国家说接管是个名字 实际上没有出钱 因为现在的媒体 一直接触着债券持有人 你收到利息没有 你收到利息没有 我早上 很早 今天十一点前 已经收到 美元债息的人 未收到利息 如果这个消息 就是我差不多五点钟 即是不会收到 因为明天星期六 然后星期日 对不对 问题是 其实是否国家所谓接管重组 基本上是没有出钱 可能只有名字 我接管你 然后重组 但我一楼子也不出 有机会连人民币也不出 如果不是不会 因为如果国家接管了 我整个恒大汽车帮你拿了 那一定可以运作 因为国内是出人民币 为什么会还有传这些东西出来呢 那我包底了 现在国家包底了 不会没有粮出 国家包底了 不会欠美元债券模式 你看到它继续跌 即是市场对这件事 是非常怀疑 即是名字接管了 但你不会出钱 当然 这个维雨调低 今年的GDP 就8.1 会不会还有8.1 我都非常怀疑 因为它说 有可能拖累4.1% 即是它原先估计是12% 即是今年中国的GDP 它会不会今年有12%成长 会不会比较乐观 对不对 这个秦刚 我不知道他还在说 为什么是要在说 如果美国不跟你做 就不好做 你中国是不是没有了美国 生活不了下去呢 我见他天天在说 又说什么 中国的民主不等于美国民主 但你看到美国是完全没有反应 当你傻子 你这么说 为什么是要说 没有美国是不行的吗 即是等于那个女人 你没有男人过不了生活吗 不是的 是不是 人家都不理你 人家都不理你了 是不是 是要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尊严的 但是你究竟 是不是 人家都不理你了 你看人家美国商务部 连华为 这个不关拜登事 是那些参议员和众议员就说要进一步 再次制裁华为 你现在打到这样的重要制裁 你看布林肯说要推印太战略2.0 为什么我要撤军阿富汗 专注对付中国 如果人家跟你脱勾的 你秦刚刚出一句 行 我和你脱勾 大家不做 那你就不用制裁了 是不是 我跟你都没关系 你怎么制裁 拿回少少中国的专业出来 行不行 不做就罢就 不才穷 要死吗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想怎样 之前就这么厉害 之前崔天海 又串狗人家 你看现在刘晓明在英国 没出声 但是不是好像刘晓明 是不是调走了 刘晓明好像调走了 不知道他去哪个 不用理会去哪个 总之一件事 现在你欧洲 美国 澳洲 日本 全部都跟你不妥了 告诉你 你什么大事都没用 告诉你 这个共同富裕 影响了台商 陆委会就提醒 如果台商仍在中国 有些事情 非自愿风险之后 他会逼你做 逼你做 我想今次 我们自己在网上看到 因为我有 订阅台湾的电子报 这次的停电 我想另外会有一批台商 走 基本上 停电没得做 停电怎么做 我做 我做纺绩 还有一些纺绩 高阶一些 四个洞那些 高阶一些 或者重工 等等 或者做 电话 电子 一部分又再搬走 因为你没有电怎么做 你开一限 即你开一限 那怎么做 没得做 你本身的成本已经高 你再加上自己发电的话 那我不如 我不如搬走 没得做 这个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你看到 现在国内 是疯狂地来香港 发人民币债 包括深圳 大家看到这个 今天 人民银行就推50亿人民币债 半年期的票据 好了 10月20日 再推60亿 下个月 深圳市 深圳市现在自己发不了 他已经在香港发了 再发150亿 地方债 你记住 是地方债 大家非常小心 为什么 你是拿个美金 或者一个港元 去买他的债 非常小心 我不觉得德国国家会破产 他不会破产 第一件事 他的币值会贬值 如果贬值10% 那你会不错 不要贪民地有两厘半息 或者三厘的买 不要 大家看到 人民币定存 0.15厘 因为 他现在这个 票息率是两厘半 好似好过人 这么高息 肯定是有 他不会破产 第一件事 币值跌 人民币 可能跌10% 你会不错 所以大家买这些 人民币票据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 很多时候 赚息大涉价 通常都会这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些 这个又搞搞新意识 吉利大家知道他是做车的 阿吊李他现在是做手机 搞手机在武汉上海去搞 国家就是这样 恒大搞汽车 结果是一锅泡 现在看到吉利还有钱 吉利就不搞汽车 因为他本身是做汽车 吉利就搞手机 手机就搞晶片 晶片就搞地产 就是这样 大家千万不要搞这些 他根本不是做这些事 坦白说他 你吉利汽车你都不要买了 你还搞手机 吉利汽车你都死了 谢谢大家 好 今天其实地建会 就开了会 今天 地产建设商会 香港开了会 内容不知 4点多 就出来 没听闻内地官员 关注香港房屋问题 看不到有压力 林郑也说了 怎会没有呢 林郑也说了 我相信一件事 其实是有压力的 有的 但那件事 不能播出 不能说 我们都知道 其实只是共赴 星期五的地产小专家 已经说了 那就是共赴 简单讲一句 所以问题就是 不能播出 所以不能说 但绝对不是没有 因为林郑也说了 林郑说了 即是有 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 现在很多 例如Square 或者PayPal 我都用了 Afterpay 即是先享受 后付费 现在已经有 千亿美金的规模 你网购族 就自己小心点 不要不断买 因为先享受 先享受后付费 现在 之前那些花币 借币 就先享受后付费 借是你借得的 它又不是多 花币借币 就不会很多钱 比如说几千 一万 等等 甚至几百 都有 但几百 就还的 是很高的 几千 几百 几万 好了 现在搞到怎样呢 两三年下来 之前P2P已经爆雷 这些花币借币 两三年下来 搞到中国的年轻人 个个债务前身 不是跟你说笑 大家看看网上的片段 两夫妇 都是做程式员的 在杭州 两万元一个月 在供楼 供楼有一个小孩 有一个老人 总共一家四后 一个月固定支出 一万六千六百元 还有三千三百元 这三千三百元 就给四个人分 因为它有四个人 那你想想一样 还有 你如果有些 你不要有病 你有病就没了 那三千多元 你想想它要供25年 你就算 为何会这样 很多这些 令你很容易借钱 大家明白吗 譬如这些afterpay 年轻人不懂 很多卡数 一个卡数 可以累你十年 所以大家 千万要小心 这些afterpay 自己找一张笔 找一张纸 记下它 看看自己那月用了多少钱 我到今天 仍然是用这个习惯 我基本上完全不需要用这个习惯 但我到今天 仍然是用这个习惯 我很少花多了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全球晶片坊 特别是汽车 主要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疫情严重 很多封装做不到 就是packing 很多就是最后封装和packing 做不到 有时你现在下单 就是要一个车用晶片 要五个月才搞货 很多那些丰田 都叫救命 为什么 有车也没用 没有晶片 对不对 这个我举手赞成 出了这个USB的Type-C之后 当然它的效能 是比microUSB好 是比microUSB好 但问题是 苹果就有个lighting 我没有用lighting 因为我没有用苹果 但问题是 需不需要两个不同的东西 这些接入端的东西 其实一个standard就够了 欧盟就已经说了 麻烦你平板 手机 全部用了USB Type-C 不要再搞那些苹果lighting 其实苹果都赞成 所以有可能lighting 就会成为历史 都不出奇 因为没需要 其实USB-C 是比microUSB好 跟lighting也差不多 既然是这样 用一个 我们怎么说 叫做最comedy 大家都用的东西 我自己没用过lighting 但我用过T-C 是好用的 基本上 大家看到 在无外资的情况下 之前 之前这些 国内医疗股一定升 升多少不敢说 但一定升 大家看看现在 开始你看到 在香港上的新股 大部分都是跌的 今天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 上海医疗 又是跌的 你看到手挂跌两成 你想想 街界 那个 是不是富卫 富卫保险还是什么 我看看 富卫保险 都在美国上市 是吧 怎会还在香港上市 第一件事 在美国上市 流通量大 第二要拿美金 对不对 不用拿这个 拿这个港元 对不对 保诚我不知道 因为保诚是说香港上的 但是我没有 没有看过他的报告 但我对保险股 白说一句 我对保险股 基本上都不推荐 除了巴菲特之外 没有一只保险股 我觉得是安全的 没有一个 我觉得投资是稳健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可不可以信 很重要的 有时大家要明白 那个掌陀人 可不可以信 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你 你以为 平保 大家知道有很多读者 有电邮过来的 他说买了平保怎么办 原来很多都买了平保 没有二三一八 你想想这次 平保差不多一九水跌下来 九十 九十八 差不多跌下来 九十八元 跌到五十多元 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回 大家可能未必估计 为何一个平保 即是一间保险公司 会跌得这么厉害的股价 这么稳健 其实一点都不是 因为他是投资 他主力是投资 当然这次平保 可以说 非战之罪 很多用来捅鸡头 但都是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向来都很少推介 这个 保险股票 绝少绝少推介 保险股票 我基本上自己不斗 我自己基本上不斗 保险股票 积金局 出来派定心院 就说 我们的NPF 没有持有恒大债券 我希望他说真话 我希望他说真话 好像说NPF 持有国内的Wix 即是Wix 但可能真的没有持有恒大债券 其实你现在不知道 所有香港政府做的事 你说的事我们都不知道 他说没有你就当没有 是吧 谁恒咖啡 起死回生 三个总绑公布 就带动市值 飙升 我可以回答你 凡是这些曾经有做假数的公司 我永远都不相信 为什么我不买回Startbuck 股价多漂亮 我为什么要买回二手 唯有一手的漂亮的都不要 唯有东宫都不要 唯有西宫的头上去 毛头西宫还是毛头东宫 不知道 总之一件事 你有一个正的都不要 正的在赚钱 正的股价在升 你不去买 你去买过 之前曾经做假数的 你几个按钩 一定不会 好 联储局 很快 但你看到 他缩表 他尽量不会移动 金融市场 你看到他每个月 缩千二亿 慢慢减少买债 慢慢减少买债 而他所谓的明年加息 也应该会很少很少的加 香港已经说了未必跟 不用理 香港很多时候都不跟 坦白说 我敢大胆说 现在很多投资者 资产已经慢慢剥离港股 或者是中国 慢慢已经剥离港 即是持有美元资产 或者譬如说持有欧洲股票 持有印度股票 持有美国股票 甚至有些持有加拿大英国 他都不会持有中港的股票 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 基本上跟我们 没什么 没什么 总而言之一件事就是 美国 他收税 是慢慢慢慢收就可以 你看到他是每个月 减千二亿 市场的震荡不是没那么大 还有一件事 他加息是怎样 经济好才加息 经济不好怎样加息 是不是 你看一件事 中国会不会加息 香港会不会加息 为什么经济不好 人家就是经济好通胀 劲才加息 对不对 这个马克龙 我觉得拜登是好人的 就让他下台 打个电话过去 下次我们买这个潜艇 就打电话给你先 马克龙就说 OK I'm very happy 坦白说一句 马克龙根本没有筹码跟别人说 别人是国家安全 大佬 做船还是做船 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安全 两个东西 我相信一件事很简单 我做十艘船 有三艘 做核动力潜艇 当然跟我们的技术有关 另外那六艘 那七艘 澳洲就跟你做 就打扰他 就打扰他 鬼佬一定能够谈的 基本上 鬼佬一定能够谈的 让马克龙 好下台 坦白说一句 你这次大选之后 马克龙还在不在都不知道 是不是 拜登就承诺 额外购买五亿 这个辉瑞新冠疫苗 送给这个发展中国家 是OK的 现在我相信 全球就已经没有这个疫苗方 全球应该没有这个疫苗方 我亦都相信 中国和香港例外 我不想留言 我不想评价他怎样做 什么一定要清零 外国那些不效 我不想评论他的事 他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 没问题 他扑街就扑街 但你看到现在美国 别人已经基本上是reopen 欧洲reopen 澳洲reopen 新加坡不行 新加坡很差 日本也是一般的 别人已经开始reopen 那你想想一件事 你去到明年的上半年的话 基本上市应该会很热 为什么呢 全部都反弹 你看到人家现在 除了delta之外 基本上没有再新的东西走出来了 那现在慢慢慢慢的 那个booster OK的话 那就慢慢跌 你看到美国没有跟着再上 他就跌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有疫苗 我不评论 中国和香港做的策略 因为这些策略是似狠狠的 你看到中国 其实基本上 你是 第一你清不了零 第二你无法reopen 那就是废的 你封锁了 那你也清不了零 对不对 那你香港 你可以说清到零 但你基本上变成一个孤独 那就是废的 那你打针干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孤独 根本就不需要打针 对不对 我家里有四个人 我跟外界完全没有接触 我需要什么要打针 对不对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到我这里 那我打针干什么 所以我不评论这件事 但问题就是 经济的rebalance 明年 甚至由今年第三季开始 应该会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reopen 美国人已经reopen 欧洲也reopen 澳洲虽然是严重 但他也是这样的 基本上 那你迟些再有疫苗的话 那你 你 台湾已经好了很多了 已经基本上 日本 韩国一定跟 那就只有你中国和 香港在那里 交流流 对不对 这个呢 你又不得不佩服这个谭德塞 这个人真是好事 对不对 那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埋习大大那边 好了 你看到人家失势了 长头草 即是长头草 风吹哪边向哪边 立刻就摆过去 拜登和Bill Gates那边 你看看人家 几英俊 是吧 谭德塞 获多国之辞 廖连任 出任这个世卫总共事 多厉害人家 是吧 两边茶礼都吃光 风吹哪边 就摆哪边 真是厉害 这件事你真的要佩服他 转太转得及时 他转慢一点也做不到 告诉你 哈哈哈 就是Bill Gates说 OK 是见你转太转得这么快 就让你做吧 是吧 这个大事了 塔利班就说 恢复死刑 他恢复死刑和斩手 就是斩你对手的手 还有 准许你的阿富汉人 阿富汉人拍照 拍下行刑的照 用来做什么呢 震惕你的人 所以一件事 你中国怎么能够和塔利班 那个政府 去做任何外交呢 没得搞的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现在的中国政府 我真的劝他们和塔利班 就是完全分隔 基本上 完全分隔 你看一件事 全世界现在都不会讲死刑 基本上 全世界 他不止死刑 他是斩手 还有 可以让你拍照 为何让你拍照 让你吓人 这个 以前中国 劫发场的那些 就会拍照 就是 斩了头的那些 他现在让你拍照 让你拍片 对不对 对不对 基本上 中国真的要和塔利班切割 没得在一起 不然 你变成全球公敌 我告诉你 好 中国进入这个TPP之后 台湾也进入 我没什么特别的留言 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入 总之 其他国家就可以了 你看到日本就可以了 澳洲就可以了 欧盟也可以 中国会反对 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坦白说 你现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策略 中国策略 不能走下去 不能走下去 一个中国策略 我觉得他先搞定自己 才搞台湾好一点 对不对 你自己都没搞定 你怎样搞台湾 对不对 台湾又不是和他有仇 其实基本上台湾和他没有仇 基本上 台湾又不是和你有什么反制 你说台湾 台湾就是台商 不要在中国做生意 就不要在 对不对 你不买那些奉利 你就不买 你不买那些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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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买 他又不会把你罵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对不对 意识形态 就是告诉别人 你如果不归顺我 我就搞到你 搞死来为止 但你又搞不死 最惨 对不对 所以有邓兵强那些说 庆祝双十节 是违反国安法分裂国家 有些这么愚蠢的说法 那是谭仔 2217 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会上市 你说值不值得认购呢 我记得我在这个 投资日志分析过 那 怎么说呢 在这里买个关节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留言 好吗 这个一样 原来是上海微创 上海微创机械人 上市聆讯 现在你去入非 因为没了外资 之前大家要留意 很多 怎么都有肉食 暗盘怎么都有肉食 大家看到现在很多 你每天留意新上市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潜水 往后我不知道 往后股价不知道 但大部分都是潜水 所以大家认购新技术的那些 它的IPO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点 不要再想着 IPO在香港上 就一定赚钱 现在已经不是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了 小米手机 涉嫌 有四百多个敏感词汇 其实它做了什么呢 就说它收集了你的资料 然后就encrypt了 然后传到一个 新加坡的伺服器里面 有什么用 它就会记下了 当有一天 这个人 他去到一些地方 如果那些地方 是受中国或者香港的引渡条例 他就可以在飞机里捉了你 所以英国才说 如果你犯了 香港的港版国安法 你就不要去香港或者中国 可以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你就不要去 所以你不要以为没事 如果你 打了这些敏感词汇的话 他就记得了你是谁 好了 当有一天 你坐飞机 经过那些国家 如果那些国家 中国和香港有引渡条例的话 他就可以用国安法 引渡你回中国 受審 所以为什么立陶宛就说 叫立即停用 因为为什么 你不知道 如果你说明就没问题 我手机会禁 那是没问题 他没有说明的 到时他就拿这个证据出来 你说过这句话 你就犯了国安法 他又不会完全没有东西 拘捕你 你可能说过这句话 你可能说过 西藏独立现在怎样 那你犯了国安法 就是这样 所以 很快 我相信就不是立陶宛 不止是欧盟 你想想刚才我们也说了 美国 众议院 是要求对华为再收紧 你小米这些怎么会过得到 迟早制裁 告诉你 美国佬 这个就是我们在英文台说过的 苹果最新的 RS14 有个新的privacy 这个新的privacy 就限制了一些广告 收集用户数据 简单说句 他就说 有些数据你收集不到 例如我是男人 那你要知道我是男人才行 那你不知道我是男人 那你传一些 女装内衣的 广告给我是没用的 对不对 那他有一些 广告商收集用户数据 是收集不到的 例如你的年纪 你的gender 或者某一些你游览 游览那个广告 游览商品的数据 这样的话 当他下广告 或者给哪些target customer 的时候 那就不准确了 所以呢 JR伯格就一早已经说了 上一季已经说了 如果苹果是这样的话 下广告的 amount是可能会跌百分之十五 因为那个广告成效有影响 是吧 你说他会不会不下跌呢 我觉得就不会 因为你不下跌在Facebook 你下跌在哪个呢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下跌在Facebook 广告的成效跌了的话 你就会下跌少一点 然后在其他里面加多一点 譬如说如果Twitter没有 就放在Twitter Financial Times没有 就放在Financial Times Youtube那些都有的 不用问了 Youtube Twitter Instagram WhatsApp 我想全部都有 但是Facebook最烈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最烈是说苹果就隔别人不隔自己 他自己照收集 他不让别人收集 对不对 所以问题在这里 好了 这个就好东西了 最新出了 这个星期五 我现在出门就已经开卖了 有新的iPad 新的iPad mini 我自己就不是用苹果产品 但是看到也很漂亮 我看到就说 这个iPad Pro 先达有1400元水位浸 而有些iPad都是2000多元 大家可以上网看看 有些也挺便宜的 如果你旧机换新机 即是如果那部机旧了 用了四五年 打算换新机 其实现在有些 挺划算的 因为之前很贵的 现在新iPad也是 最便宜的 是2599元 我觉得很划算的 机又漂亮又快 对不对 大家就自己上网去搜索一下 这个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但是除了价钱之外 我挺喜欢它那个Surface Steel 在网上我看过的 使用体验是不错的 它有两个萤幕 两边可以不同 好像说有 很多角度可以看到 亦都可以分很多个萤幕 有些在美国有些使用体验 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价钱很贵 11000元 1499.99美元 我想我也是不会买的 因为太贵了 我现在用的手机 也是3000元左右 一部开我四部 那怎么办呢 另外这些 你看到别人有想法 在那个键本上面 这个叫做Surface Adaptive Kit 在键本上面 有一些位置凸出来 你凸出来有没有用 我们就没用 但是一样东西 就那些 譬如说 看不到东西 或者有一些触摸性缺陷的人 他摸到就好了 因为他摸到这个按钮 这个就是 成功来的 成功旁边是什么按钮 按钮之后有一个又凸出来 那别人就容易用了 你看到别人美国佬 基本上是有想法的 那Amazon 我想Amazon 其实现在虚拟店 即是Online店已经是饱和了 所以你看到他就一定要开这个实体店 有QR Code 有触碰营网 亦都有一个 我网上看 你输入数据 他就帮你试新的 在Amazon店里面 可以买衣服 我觉得基本上挺好用的 国内的 物业 即国内的房地产 基本上因为恒大的问题 很多人就不敢再买楼 短时间之内 那又怎样 那又谷了在股市上 所以A股有几天 成交都破万亿 但我劝大家小心点 因为国内经常都是这样 这里烤就有人涌进去 恒大爆煲 A股就烤了 钱涌进去 三个月之后 又爆煲 你又死了 国内经常都是这样 哪一件事直接 即是他找到钱 那些钱就涌进去 譬如之前我们说的P2P 一涌 三年爆煲 花呗借呗 钱一涌进去 接着两年 爆煲 房地产一涌进去 爆煲 即是 那些 我不懂说 有钱的人 差不多是经常被人割韭菜 割韭菜 来回地割 你想想割完之前的A股 然后把钱放到 物业 物业又割一转 买恒大财富 然后现在放到股市又割 接着之前 P2P爆雷又割 现在恒大财富又割 就是这样 割一割 人们就变得黑热 对不对 这个 我觉得是很无耻 还叫那些广东自贸区 那些创新企业来香港上市 你全部来香港上市都没钱赚 难怪市场跌成这样 全部都没盈利 每个的PE都是 坦白说它不是PE高 它没有PE 因为没有盈利 没有盈利就没有PE 对不对 就是它不会负 所以你见到这个创新就是这样 坦白说 越多这些 没有盈利的公司 放在恒指里面 恒指就会越跌得更加 那么 今个星期三 美国的FDA 已经批准了65岁 或者以上的长者 如果它有需要的话 是可以于接种第二剂 BioNTech之后相隔最少6个月 再接种这个加强剂 简单说句 如果它是长者 高危 譬如是医护 教师 前线人员 譬如说它在 在二月接种了这个辉税 现在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过了6个月之后 一定要过6个月之后 而欧盟 就 10月 即下个月 决定 会不会打这个增加 我觉得它应该是会跟FDA 你说香港跟不跟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如果你打了科兴 你又想去外地的话 我相信你要重新打个復必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 一定是这样 没用的 因为你如果之前打科兴的话 我们也说过 三个月第二针 完全没有抗体 你现在打科兴 国内又不能去 所有外国你都不能去 你不如 即是没打过 那你在香港打来干嘛 没需要 香港今天都是6宗输入个案 根本没有本地个案 已经很久了 最后一个 Fedix就非常好 他已经连接了17个电子商务平台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譬如说你放在一个商务平台里面 别人就会看到你 当我要买了东西 运货的时候 一按 我就可以用你 他很厉害的 你按下单之后 他的信息卡就会立即过数 然后就来你那里收货 然后就派件 但是大家知道Fedix是很贵的 懂得做生意 Fedix UPS 很多就接入了这些网站平台 当然不是接入国内那些 他已经基本上接入了外国的平台 譬如Amazon 譬如说那些很多电商 Shopify 那些全部接入了 当然你可以自己找你自己的速递 但是你麻烦很多 那他接入了的时候 一按键就完成 你只需要输入客户的deliver address 接着来哪里收件 他自动有你的credit card 完成 所以做生意 这些真是很厉害 一流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钻石狗组合 今天就去306.6万 即是207%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9月份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但大家如果觉得已经去到 我们都去到第6集 如果大家觉得去到第6集 那你就 订阅这个10月份 是吧 环球投资日节一样 那我们就 只剩下这个2-3集 如果这些topic你有兴趣可以订阅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订阅10月份 好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 还有PayPal帐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今天星期的所有免费节目都做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今天是星期六 也是周末的开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